官票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9月5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究竟台北捷运卢州县能不能提前通车呢 这两天台北市捷运局进行了密集性的初刊 尤其在今天下午进行了最重要的状况模拟演练 破坏了刹车系统突然故障 还有好大雨造成捷运地下隧道 淹水等等的情况 除了要测试硬体设备可不够安全之外 也要考验人员的应变能力 捷运卢州县列车走到大桥头站 却因为刹车系统故障导致列车车门无法准确停靠在月台滑门上 这时候捷运人员紧急启动应变措施 并用广播系统来引导疏散车厢内的乘客 这是要模拟捷运通车后各种可能突发的状况 除了刹车系统故障外 对面车道主爆气也大响 原来是外头的大豪雨造成隧道内有积水的情况 捷运行空中心必须在第一时间紧急断电 还要清空所有乘客与车辆 并降下重达25吨的防水隔舱 以防止大水断进地下隧道 整个自动操作系统需要约五分钟的时间 捷运卢州县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通车 这个周末进行围棋两天的初刊 并做模拟测试 除了要看硬体设备安不安全外 也要考验人员的应变能力 第一天初刊委员们认为部分车站动性 以及标示不够清楚 第二天的模拟演练 委员们则觉得表现还不错 卢州县全县总长有十二点五公里 从板南县的忠孝新生站开始 在台北市有六个车站 进入台北县后 先经过三重再一路往卢州走 有五个车站 未来通车后将可大幅疏解 台北县市交通拥塞的问题 也因此正式通车的时间 备受北县市居民的期待 记者物凶宇 听过黄运区台北报道